我認為啦 在決定之前 還是有人情異理 還是有一些至少基本的程序上 我們可以內部先溝通協調 那我昨天就提出一個 其實大家看起來蠻突兀 其實我那句話是很正確 我認為賴清德他說他參選 他要力挽狂瀾 那他是聽了基層的聲音跟意見 所以他很堅定 勇敢的要來承擔 這個都對 可是我覺得基層還有一個聲音 賴清德沒講出來 所以我昨天講出來就是說 那是不是賴院長 你宣布退出新潮流 我認為他應該宣布退出新潮流 因為這個派系 一直是我們民進黨的一個大問題 那當然這照說 為什麼這一點意見你跟柯文哲一樣 我實在是很難講柯文哲那個傢伙 他不知道哪一天看到我 因為我講這個話已經講二十年了 柯文哲可能我這邊抄抄那邊抄抄 他不小心就抄了我過去的一段 你繼續 對 因為我認為那很多基層支持者昨天有打來責備我 他說那民進黨已經沒派系已經沒什麼 我跟大家報告 當年民進黨要解散派系 那黨也通過這一個 結果這好像各派系領導人這好像站在懸崖上 那決定好了 大家喊一二三跳 結果其他派系都跳下去了 只有新潮流沒跳 別人都摔死了 新潮流站在懸崖上說你們死了嗎 所以這個我認為基本上 當然每個派系都有好的也有壞的 我不去對他們派系多所評論 可是我只是說 現在來再深究這個派系怎麼樣 我說乾脆不必 乾脆簡單明瞭 賴清德你宣布退出新潮流 這是我要分九集獎裡面的第一集